周五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项价值2.75亿美元的新军援计划 为乌克兰提供多种弹药、装备 包括陶式光学追踪反坦克导弹等 同一天普丁到访明斯克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称必须重启与乌克兰的和谈 但表示质疑乌克兰县政府的合法性 同时普丁希望加强与白俄罗斯的核武演习和经济合作 共同对抗西方制裁 周五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继续在意大利斯特里萨 展开了围棋两天的会议 重点谈到了将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 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与此同时 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财长在会议期间 敦促七国集团在面对中共的不公平产业政策时 要保持团结 另外白宫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周将前往捷克和摩尔多瓦 以应对俄罗斯在东欧的影响力 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 新唐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